画面中可以看到好多台名车都停在大马路上 大批远景上前盘查 这一查发现围停在红线上的白色保时捷休旅车 车牌竟然是假的 带您来听一段警方说明 行经中校一路与新田路口时 发现某商家前有多部车辆违规停车 所以上前盘查 经查一部自小客 车牌应已遭掉扣 但仍悬挂车牌 经确认该车牌系属未造车牌 所以将该车车主带反锁 依未造特种文书罪嫌已请侦办 事发在今天也就是22号凌晨12点多 高雄新兴去一家槟榔店的骑楼 民众在外烤肉 好多台百万好车亭附近 有围停的情形引来警方关注 经过确认 发现车牌竟然早就被吊扣 车上挂的是伪造的车牌 警方当场不但立刻拔下车牌 并将28岁车主带回侦办